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英语语音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赞 李宗盛 请到了同学 Kevin 大家好 我是Kevin 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音节是什么呢 Kevin 是不是有节奏吗 有节奏叫音节 那什么是节奏 比如说 比如说是不是像音乐的时候 我们听到节拍 我们听到节奏 所以音节也一样有一个节 它是一个节 我们以于音语 语音的节 我们就叫做音节 它跟音乐的节拍一样 它会有节奏感的 所以我想要请问 Kevin你在学英文的时候 一方面你觉得英文很不容易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听英语的时候 你觉得它有节奏感 有没有 有节奏感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听英语的时候 你觉得它有节奏感的存在 有时候在家里看外国片的时候 甚至听他们所说的话 都有节奏感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种感觉 节奏感呢 你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好像节拍 有节拍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音节 就是因为有音节 所以我们在听英语的时候 一直觉得它有节奏感 一直觉得它跟音乐一样的美 那我想要请问Kevin 那英语我们说过 有母音 有子音 我们也上过了 子音是什么 母音是什么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要有母音跟有子音呢 我们为什么不全部都是子音 我们为什么不全部都是母音 为什么英语要有母音 要有子音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有节奏 对 答对了 就是因为有母音 有子音 它才有节奏感呢 如果英语只有子音 或者英语只有母音 那就不用节奏感了 我们看它母音子音的搭配 怎么搭配 然后如何产生节奏感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音节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Kevin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听这个英语这个语言的时候 你发现它有韵律感 你有没有发现 有 有 那你觉得这个韵律感 一个英语的韵律感 是不是形成英语语言的美 是 是 我们看 因为它有节奏 它就有韵律 有韵律 它就有美感 所以我们这一章就要来讨论 音节 Kevin 是 子音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音节 单独的子音不能成为音节 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 子音不能单独成为音节 那子音要成为音节 它一定要再加上母音 母音 它才能成为一个音节 那母音呢 母音它可不可以单独成为一个音节 可以 母音跟子音不一样 母音可以单独成为一个音节 甚至有的母音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字 所以母音跟子音是不一样的 那么子音跟母音要如何的配它 才能够成为一个音节呢 音节是音韵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同学不要错过 在音节的结构里面 我们讲过 怎么样才能成为音节 怎么样音语才会有节奏感 我说过 音节它是有构造的 它是有结构的 一个音节基本上 它分为三个部分 也就是 结首子音 音节风 结尾子音 结首子音 就是 onset onset 音节风 是nucleus nucleus nucleus 结尾子音 是code code 我们重新复习一次 一个音节有三部分 基本上它的结构是有三部分的 就是 onset nucl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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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onset 我们说是 结首子音 就是音节首的子音 或者是子音群 也就是可以是一个 也是可以是不止一个 那nucleus 音节风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nucleus 它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音节的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音节里面的母音 或者是双母音 甚至我们后面几章会介绍到 这个音节化的子音 这在我们后面几章会讲到 好 那第三个部分 code code 是结尾子音 结尾的子音是什么意思 就是结尾 在音节尾 搭的这个子音 或者是子音群 它有可能是一个子音哦 它也有可能是多个子音 这是不等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音节的结构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个结构 音节的组成 phonetatic rules 我们看这个字 phonetatic phono就是音 phonetatic 就是节拍 我们刚才跟同学讨论的 节拍 音的节拍 phonetatic phonetatic rules 一 那么一 A syllable contains at least one vowel or diphthong functioning as a nucleus of the syllable 好 一个音节呢 它是包括至少 一个母音 或者是双母音 它是作为